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那昨天我们提到 巫统主席阿摩扎西为了斩草除根 趁党选之前手起刀落大开杀戒 把党内一直跟他唱反调的一义分子给统统扫出门外 巫统经过这次的大清洗会变得更强大吗 还是会因此元气大伤呢 政治学者黄敬发在接受八点岁日报访问时提到 那巫统自2018年大选失去政权之后 来到这一届大选从54席然后再殊胜26席 基本上已经损兵折将 要恢复元气已经是非常奢想的事 而在经历了这一轮的门户大清洗之后 现在巫统面对的风险是 会不会在党选之后就走上马滑的道路 他提到过去这些年来 我国政治是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中间选民越来越多 不会因为执政党的威逼利诱去投票 也不会因为某一个政党可以给到资源而投票给他 那这个变化从各族的投票倾向来看 不同族群之间有一个时差 马来选民的变化是比华人选民迟了十年 因此马滑在2008年的时候呢 那开始从31个国席跟76个州席当中掉了一半 剩下15国32州 再到2013年的时候就直接掉到了7国11州 到了2018年情况更严重 那如果跟马来选民比较的话 巫统出现出乎意料的落败呢 是在2018年 所以是足足迟了10年 但另外政治学者潘永强就认为 虽然过去两届大选 巫统的战绩是每况愈下 但现在的巫统还有他的不可取代性 至少在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里 还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因此不会那么容易不像马滑的后尘 而且他也认为 不能完全推论这次的党内大清洗 会完全让巫统衰败 他认为如果扎西处理的更漂亮 或者更加妥当的话 或许会让巫统看起来走向更温和 更能挽回中间选民的心 如果我们去分析马来西亚政治的变化 其实不再看着各种政府的好处投票 不受政府威胁利弊来投票的选民越来越多 这个变化有一个时差 马来人的变化大概比华人选民的变化 迟10年 武统在2022年就是第四五届大选 输得更惨 其实就像2013年的马华 政治学者黄敬发认为 这一届大选的巫统 其实就像十年前剩下七国十一周的马华 所赢的一席一直减半 而第四五届全国大选之后 巫统也可能会进入到被马来社会唾弃 又完全失去方向的状况 巫统现在的问题是 不仅仅是因为开除这些异己 而是巫统没有方向 巫统唯一的武器就是政府的资源 如果巫统再不改变 一直流失支持的话 那么巫统将会步上马华的后尘 但另一位政治学者彭勇强却认为 巫统是不容易成为马华2.0的 因为马华太容易被取代 而巫统对西蒙来说 却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那就是巫统的马来民族主义背景和社会基础 西蒙为首的政府如果要稳定 要巩固 它不能够缺乏马来民族主义的支持 你只靠西蒙那种多元的或者是比较自由派的形象 它不能够完全满足马来社会的需要或者是安全感 它需要有一个相对有基础 有历史背景的马来民族主义政党 来巩固西蒙的政府 那现在安华能够拉住武统 至少确保说他这个政府里面有一股代表马来民族主义的政党 来维持政局的稳定 这个是武统在意识形态上 在政治理念上对西蒙最重要的价值 潘永强认为 安华或公正党是个多元色彩的政党 所以他会受到马来右派或马来民族主义的质疑 所以他必须要加上一个马来民族主义为主的政党力量 才能稳住政局 因此武统就有了他不可取代的位置 而如果武统借着这次的大清洗 好好地从党内进行改革 这样还是能够挽回中间选民的向心力 安华是需要武统 那武统也因为有他不可取代的位置 只要武统党内有做内部改革 党内有改善他的这个形象 跟过去留下来的贪腐的这个色彩 武统还是可以挽回马来中间选民的相信力 因为他毕竟有这个强大的社会基础跟组织力量 最关键在于说 武统党内必须要做内部的改革 党内的改革 才能够让这个马来中间选民恢复对武统的认同 那对于武统在开始衰落之后 会不会成为马华2.0 潘永强提到 不是每个马来选民都倾向于宗教化 或者右翼的强异派政党的 有很多城市或者中产阶级的马来选民 他们还是愿意支持一个 经过内部改革或者民主化以后的武统 而不会完全靠拢到右派的马来政党 而这些条件呢 是马华没有的 马华没有可 就是不可取代的意识形态基础 因此他认为巫统还不至于会步向马华的后尘